嗆嗆三人行 今天我跟我赛雷兄弟 我们终于有底气一回 敢跟你们聊聊引力波 在我们这个嗆嗆三人行的历史上 我们也多次谈过科学的问题 也得到过一些表扬 就是说咱们达到了文科的水准 文科是理工科 还有更高的表扬 就说不是文科是民科 所以今天我有一个机会 一学我们这个民科爱好者的帽子 可以摘下来了 可我给大家请来一个谁 这玩意儿 可能我记忆有错 我就道歉 但是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在我们这个十八年 四千多年 四千多小时 老妖精 四千多级的历史上 我们请来的第一个物理学家 真正的高能物理学家 哎 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 你老给人搞毁是吧 你这么帅的一个男士 怎么叫李淼呢 不知道我们家 为什么 还有一个男的是 反协程的你知道吗 是知乎的名人李淼 我们俩 我们俩 三十五要一起站出来 站出来干嘛 反先生 岛先生 你就看出来 他也是个不务正业的物理学家 但是咱绝对是真货 这也是真货 我跟你讲 当年 北京大学 高能 这是天体物理专业 毕业的 你知道吗 后来1989年 远赴哥本哈根大学 波尔研究所求学 在那拿到哲学博士 然后呢 这个 接下来就听说 这个美国太空总署的计划 都是他参与 这是我编的是吧 我最编的 芝加哥大学 费米研究所 高级研究助理 这是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咱们这个李淼 我跟你说研究什么 黑洞 超显理论 暗能量 都是咱们非常感性 一点都不懂的 对 什么弱引力 而且呢 你知道吗 徐老师 人家爱写诗 而且你看这个身材 身材也好 这个衣着非常讲究 他曾经这个说自己啊 就是说 就是不懂得穿衣服的物理学家 不是一个好诗人 还有这样的这个 所以说 你的精神状况 我们也很关系 秒大师 秒叔 你在网上 我知道就很火了 近些年 他主要在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 对吗 对 就咱既然就说到了 我们过去也是一个名科的一个大背影 是吧 最近这个 什么叫名科 你都不知道啊 民间科学 我知道 我知道 最近出了个名科的这个名人 叫郭英森 你知道这事了吧 他原来上过这个张绍刚主持那个非你莫属 然后方舟子他们也在那 结果呢 好像他拿出了一个图 发明了一个什么理论 这几天 他吵就吵他呀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网络 这个这个这个放炮啊 一日三变 第一天 啪就出来 就是说 有人把几年前这个节目的录像拿出来 说这个方舟子张绍刚这些人当年 嘲讽人家 人家作为一个来自辽宁的工人 人家提出了这个引力波 对吧 超光速什么画的张图 提出引力波的 他提出了 不让人家讲完 对吧 而且就奚落人家等等 然后就是说 现在不光是这个 欠这个什么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还欠郭英森一个道歉 结果呢 就是一天就反转了 科普网站就说 这就是一鸣科 然后呢 当然我认为啊 鸣科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对 当然我觉得都应该尊重人家上节目的人 但是呢 这个我看就你说的知乎上面 有人对鸣科感兴趣 当年跟郭英森有过联系 啪就贴出一些来 这人当年呢 就曾经卖肝卖肾 要去得诺贝尔奖 怎么怎么着 就有这种话 你你怎么看这人呢 鸣科 我是这么看的啊 就是说 精神很值得敬佩 但是脑袋都有点问题 您这个评价 我是 我是 因为最近我 引力波士出来以后 我接到十几个鸣科电话 都说我有个理论 这个你要不要听 我说你有个理论可以 但你也投这个科学刊物 跟我没关系 那有人说了 爱因斯坦当年不也是一个专利局的一个职员 整天闲就没事干 他也算名科 爱因斯坦可不是名科 爱因斯坦是正二八景训练 人家是发表论文的出来的呀 05年 对吧 1905年 正二八景的这个好几 好几篇著名的论文 奇迹连嘛 都是著名的论文出来的 他可不是说我要给谁打电话 对吧 我要上电视 我要宣扬我的理论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通过正常的学术渠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就说 郭英森 我看知库网站上的 就是说 筹集十万块钱 说谁给我卖肝卖肾都行 让我进行研究 后来有的大学生还真感兴趣 一个劲跟他贫 就说 你把那个公式 推导的那个公式写出来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你怎么能说人家 核心价值 脑子 你觉得他精神状况 我是觉得大多数民科都是精神状态有问题 因为他们非常执着 然后呢 没有经过正规的科学训练 没有什么科学训练 就是说基础的这个数学和物理不懂 然后就觉得自己突然想到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然后叫宣传 然后还不认错 关键是不认错 从来不认错 不认错 你觉得是不是心理状态有问题吗 那什么叫科学 科学 我觉得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事情 就是说 大家经过基础科学的训练 对吧 然后提出理论 这个理论是有逻辑推导的 然后再经过实验 这是很关键的 实验很关键 你得验证嘛 你不验证的话 我怎么知道我的东西是对的 那你不给我捐十万块钱 我没法做实验的 十万块钱也做不了引力波 真的是 这个引力波 所以咱 十万块钱只能去看周立波 周立波票卖的那么贵了吗 我就说这个引力波 真的是花了几十亿美元 你知道我也是在知乎上 看见一个中国孩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孩子 一个中国的一个人 他也参加到这个团队里来 他说当年在北大 听过一个这种引力波 一个大脑袋讲座 当时就这个科学家就讲了 就说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 找了这么久 找这个引力波 完全找不着 他说我现在每天晚上 跟我老婆睡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有没有资格 跟我老婆睡在一起 他觉得有愧于纳税人 但是就对 就说这事值当的 花那么多钱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就是陈彦北 是现查陈彦北 很有名 是我学弟了 是北大毕业的 就是他写的 你来说说 这给我们的民窟 科普一下 他怎么就值当 花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美元 弄这个 他是那样的 就是说当年 麦克斯威尔预言了电磁波 对吧 然后不久 然后那样是 1888年吧 然后赫兹又验证了 就用电话花实验 放电话花 然后发出电磁波 然后另外一边反映了 收到电磁波了 也发出电话花 那现在电磁波到处用 对吧 我们手机啊 你们电视啊 都是电磁波 光也是电磁波 然后像引力波是这个宇宙里面存在的另外一种跟光束一样快的波 只有只有第二种 没有第三种啊 就是引力波 引力波是一种质量相互运动 它不是电荷 因为电磁波是电荷嘛 嗯 那电磁波啪一打 然后电荷之间相互运动 产生这个电磁波 当然我们手机里面也发出电磁波 我们通常不去关注这个这个手机怎么发出电磁波的 它实际上是电荷相互运动 啊 引力波是质量相互运动 能量相互运动 是另外一种 咱俩运动也会有引力 有 但是非常小 哦 可以忽略 比如说地球绕着 绕着太阳运动 也发出电磁波 我跟您说 这功率多少 这要200瓦 200瓦 对 就点一灯泡 咱俩运动 咱们可以图解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 就说13亿年前两个黑洞 一个相当于20多个太阳的质量 一个相当于30多个太阳的质量 它这个互相旋转合并的时候 听说出来了三个太阳那么大的能量 就这引力波 但是你看 我跟你说 这玩意一发现 真是各个门派都欢欣鼓舞啊 我现在看到太极门派的讲了 你看到没有 中国的太极图 太极图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点形的 这家 再看 这就是中国 你看 哎 这个不是这图 是 前面那个 对 这太极图 这有点像 这太极图 这韩国人民也欢欣鼓舞了 是吧 这太极图 然后呢 你再看下边 就是就是花了多少钱弄的啊 就是相距三千公里远的两个叫LEGO这种这种激光的探测仪 我们看看这个是是什么是什么玩意儿 嗯 哎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两个黑洞相互转 两个黑洞相互转对啊 然后你再看 咱们再看他这个 这个是我们做到的信号 对 对 你拨的信号 你看这下边就是两个 这还必须是两个探测站 共同的 你看探测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这样 嗯 四公里长的 这个这个 这个这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管道 这这叫激光干涉仪 激光干涉仪 对 哎 呃 你 你看我 我我看到的这个这个资料是什么呀 就说这个玩意儿的这个高精度 我至少意识到一件事 就说中国人啊 呃 往往喜欢实用 可是你没想到 无用里边啊 会有大用 对 比方说 这个引力波探测没探测着 先不管啊 光是能够探测到现在 就说这玩意儿的精度 你知道能到什么精度啊 就是这个时空的这个这个这个距离啊 我看他们讲 相当于原子核的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原子核的千分之一 这么小的精度 你想人类要是 他他是 他两根那个四千米的东西是怎样 就这样放的 对 垂直了 垂直的 那么你说那个原子核的四分之一是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是指什么 是这两个 就那个时空的连一样 那么那个那个这个两个两个干涉仪的臂长 它震动是原子核的千分之一 那你能给我们通俗的 你今天主要任务是把话要说懂 对吧 怎么就能够探测到这么微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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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OK 它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用激光 激光干涉仪做什么事呢 他说激光是这样的 就是激光 它是两个来回跑 两个来回跑 它稍微变换一点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做过这个实验 就麦克尔森干涉实验 就是说它臂长稍微变化一点 我们会看到那个光圈 我们肉眼看到光圈会变 它干涉 那么激光它是一个单色波 非常单色的 所以越单色 那么它测量距离就越准确 越准确 所以说它千分之一的话 它是激光在这个管道里面来回变了 来回走了很多次 来回走了 它不止四公里 实际上它是来回走了很多次 然后产生干涉 然后你那个原子核大小的千分之一 稍微变化一点 它出现了小光温圈 会变化 但是我怎么刚才听您说 就说这事还不是板上钉钉 这事不是板上钉钉 是这样的 就是说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 就是最早的怎么探测引力波 因为引力波是空间的变化 你知道它两个质量一变 我们都知道N3里了 有能量有质量 它会引起时间和空间的弯曲 对 对吧 然后能量在变化 然后时空也在变化 就是所谓引力波是时空变化产生的波 就像我们这个房子 突然有地震了 房子在变化 它就是时空在变化 是 对 它产生了引力波 然后时空在变化 传到我们这儿来 它那个钢石仪的臂就会变化 对吧 它的变化非常小 它非常微弱 为什么呢 哪怕是两个黑洞产生的 它非常有远 13亿 13亿光年之外 之外的东西 两个黑洞 啪 而且辐射那么强的一波 到达我们这儿已经很微小了 所以它产生的变化 它中间是地减的 还是随着距离平方成盘比的 一样的 能量守恒 就像光波一样 光波也一样 随着能量平方成反比 所以到达我们这儿 就非常小了 我们物理学校说的 它相对变化 是10的负21次方 10的负21次方 非常小 但是它两个干涉仪看到了 就说明确实可信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七八十年代 就是说引力波的探测 当时是用的不是金光石 是用了一个铝棒 铝棒 铝棒大概是长是两米 直径是一米的铝棒 中山大学也有 为什么当时中山大学也有呢 中山大学当然 陈家延老师 后来去世了 他做了一个实验 当时呢是 这个罗马大学 还有其他大学来 可能是麻省理工学院 还是什么的 一致来支持中山大学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有个合约 就是说得三家同时看到 现在是一家看到 它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观测站 是一家看到 但是那是它两个 它缺少第三方 就是觉得没有百分百敲定 这等于是一个单位的 两个探测站 对吧 相距3000公里 这个也可能是美国科学家的阴谋 咱们不知道 你看这就是科学的态度 就是说最好再有另一家可验证 是吧 这才叫 美国科学家跟淘宝网已经合作了 淘宝网就来了 淘宝网现在马上已经出来了 很多防引力波的衣服了 有几百块到9000多块的 都有防引力波的衣服啊 罩啊 面積啊什么 这真的都有 一点不开玩笑 看查一查 是不是跟美国那有关系 最近马云老到美国开会 是吧 这外星人嘛 是吧 中国人这个速度是真是快 淘宝网 真的已经 我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就刚才您说了 就是说他这个 呃 时空的涟漪嘛 叫做这个爱因斯坦就讲了 他会引起这个时空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脸 涟啊 哎 那是不是意味着 哪怕他只有原子核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这么小 他浮过地球吧 嗯 哎 是不是意味着他也经经过过我的身体 那么我的身体会也发生了那个千分之一原子核的一点变形 没错 哎呦 这个太神奇了 嗯 你说他要是变化的大像一冰箱那么大距离 那我咱们那天走大街上的人忽悠一下子 就是这么个感觉 很多儿子都变女儿了 哈哈哈哈 那什么是空间呢 那现在 那现在叫什么是空间呢 嗯 这空间的话 定义就很简单吧 你拿尺子去量嘛 就是尺子去量嘛 现在是问题是空间变化 就说明你的尺子也在变化 您 你知道吗 因为你尺子说是空间 对 我说是 我说这个尺子是一米 结果你引力波来了 你尺子也在变化 这是我们通俗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解释 对 哎呦 以前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绝对的东西 去衡量很多变化的东西 爱因斯坦给我们文科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在衡量的这个东西 不仅它外面在变化 你自己这个本身这个东西也在变化 那这个就按我们通俗的理解 这就没绝对真理可言了 对不对 他光会知道 因为光说 我本来说是本来走一米 现在少走那么一点 光会知道 你去看尺度大 你经过这猴就通一下 咱们先继续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 就什么感触啊 咱就别说这个民科 我现在就觉得 你比如说像爱因斯坦这种人 你说什么星座 你像古代这个宫殿里就有这个观天像 对吧 那你要这 这就科学就是能这个运筹帷幄之中啊 绝之千里之外啊 千年之外 一百年 哎 某天某月某日 你想古代 这要是一皇帝身边有这么一个 他完全算得出来啊 就是某天某月某日有个星会出现 你知道我就经常觉得爱因斯坦 哎呀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当年比如算出这个光会什么弯曲啊 就远处的星光绕过太阳 他因为太阳的这个引力吧 他就弯曲嘛 会偏一点点 会弯曲 纯粹算出来的 算出来 然后就有人倒视地球各地啊 去测 是不是 结果等这个消息传来 就是爱因斯坦算的一点没错 啪 这消息传到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还哪有点装叉呢 这就是说 我早就知道一定是这样 你说这100年前 1916年到2016年 哎 我总觉得这 你说这就是 咱们就说你还什么算命啊 紫微斗数啊 他这是无比精确的了 这是逻辑的强大自粗 他就是从逻辑推出来的 他说我如果说 应当有这么一个事情 就光束不变 如果光束不变 对吧 那么我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等效原理 等效原理是我们中大将来 这个一颗心要来精确验证的 他就是等效原理 他说我电梯突然断了掉下来 然后您坐在电梯里面 你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万有引力 你不会感到有重力 就像太空站上一样失重了 嗯 这就是等效原理 就是你会彻底的失重 就是等效原理 如果等效原理成立 光线一定会完全 哎 你要这么说 我还想起当年我一个民科的一个绝招 我曾经提出过这个理论 就是说 我不怕车祸 就是理论上说 这个咱们思考实验 只要我当时是在一个大轿子车 公共汽车里 这公共汽车车祸 理论上讲 如果我知道 撞的那一下 哎 我就在公共汽车里 淋那一下 蹭我跳起来 嗯 他撞着的时候 我是悬空的 他光一撞 趴我落地 哎 这个是什么等效原理 这就是很简单 你公共汽车一撞 你就是减速了吗 减速的话 你就相当于你在减 受到一个一个重力场 减速的时候 加速的时候 减速的时候 你都感觉到有个重力场 实际上你随着电梯 你电梯在地球的重力场中 嗯 你突然断掉了 你你掉下来 实际上是在加速 每秒9.8 每秒每秒9.8 哦 哦 明白了 就实际上我悬空 撞的那一下 我就从公共汽车前边出去了 对 是这意思吗 就是你有你有惯性吗 要让你这惯性停下来 你必须有个历史的减速 我天 徐老师听傻了吧 就这样了 不过我的问题是 这个引力波除了天文学 现在这个范围里 其他对其他学科有有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我们要探测引力波 要发展很多科学和技术 嗯 激光 刚才谈到了激光 然后的话 你想像来狗这种实验 嗯 边上稍微敲 拿个大锤子敲一下 他都会 不准的 知道 对 他都会知道 所以我们要 要防震 对吧 防震 精密测量 要非常精密测量 而且这个都涉及到量子力学了 这个就 今天就不好讲了 就量子力学都 都是这样 明天讲 明天讲 对 对 所以说 他涉及到很多技术 这些就是 魏天文学的研究服务的 一些科学技术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成果 目前他 他不会超出 我们观察 星空的这个范围 对吧 有啊 有啊 他这个成果 已经超出了 我们以前已有的技术 他为了观察这个引力波 他发展的技术 已经超过我们已有的技术了 嗯 是 你想一个原子核的千分之一的距离 他超过我们的技术了 所以说他这个技术将来没准是有用的 他肯定有用了 对 你想当年他这个登个月 发展出来的关联技术 这个发射导弹都行了 这个太有用了 是 但是当然咱们主要还不是就中国人的毛病 你看就是有什么用 对吧 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我就觉得 那有功力 对啊 你还是就说 咱就说这种好奇心 你知道就说 你作为这种研究这个黑洞的哈 什么物理学家啊 我在一个评论里 我看到一句话 就给我印象很深 他就说啊 这个这个引力波给人的触动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宇宙啊 实际上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什么呢 是他竟然是可以理解的 是爱因斯兰的原话 或者是说 以前更更早的 更早的一个科学家的话 对 像我们像尘埃一样的 这个小爬虫的这么一个小星球上的人类 竟然是几个公式 就能够把这个 一百亿光年以外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 它怎么又是简单的呢 是吧 就是说在通过在我们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所研究出来的这些物理的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把它类推出去 都对 是对 宇宙 宇宙 我也觉得惊讶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觉得 就是觉得最 最神圣的事情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我总觉得就是有个象棋规则 这个象棋规则在地球上成立 在火星上成立 到处都成立 到处都成立 但是这个规则是谁定的呢 就不知道了 难道是有个设计师吗 有个总设计师吗 你信件宇宙有意志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是没有准确的答案 有一本书 当然我不是在做广告 是北大出的 叫 世界为何存在 世界为何存在 对 就是说你可以是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有东西 而且有东西还有规则 对 规则还能被我们认识 很难懂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终极问题 没有办法今天再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个终极 再回答下去 你也是郭音森一个阵营了 是吗 他是一个终极难题 这是好奇 是规律吧 不是意志吧 对 就是他 他那么浩瀚 咱们认为 他不可理解 才是可以理解的 我来的路上在想 要是宇宙是一个大海 地球就可能就是一个 游卵星 人类就是在 鹅卵石上面的一点细菌 就这点细菌 就能研究出太平洋 是啊 是不是 实际的比例 比我说的这个还要大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对人类要有自信 因为我们经常觉得 人类很想 就像他们说的 一个大海 一个卵卵石上 是一个细菌 可是这个细菌 可以认识哪个大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是一个细菌的 是一个细菌的 也许是一个细菌的 有什么细菌的